欢迎收看明星斗斗乐,感谢收看本频道。 在观众对总决赛舞台的呈现怀抱更高期待的情况下,节目的呈现并没有达到观众预期的高度。 反差之下,反而是让披荆斩棘的哥哥总决赛的口碑出现下滑。 对于节目而言,总决赛的呈现是最后能够通过披荆斩棘的哥哥热度得到关注的内容,所以节目组选择采用直播的方式进行播出。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总决赛明明已经提前录制完成,节目组为何还要选择直播的方式进行播出呢? 观众既不能够快进,也不能够重新欣赏优质舞台,呈现效果远远不如公演舞台的内容,要么就直播,要么就录播播出。 披荆斩棘的哥哥总决赛的播出方式引发观众不满。 另外一方面,在采用直播的方式播出之后,节目组设计的颁奖环节,看起来多少就有一些鸡肋。 从观众角度出发,颁奖环节和总决赛以及哥哥们最终成团的关系并不大,不否认这些入围哥哥奖项的表演足够精彩,只是受到直播的影响,让播出效果大大折扣。 披荆斩棘的哥哥总决赛舞台上真正让观众惊喜的是嫂子团的再次出现。 硬彩儿袁永宜依然保持在总决赛半决赛舞台上所呈现出来的热情,面对主持人安排的任务,能够以积极的状态完成。 不得不说,硬彩儿的综艺感确实强,能够通过自己的表现带动全场观众的热情。 张静战队能在首轮先下一程,和硬彩儿的拉票也有一定的关系。 赵文卓的老婆张丹璐,张琪老婆,韦佳同样给观众带来足够大的惊喜。 半决赛的舞台让两人还呈现出大哥女人的状态,拉票环节一言不发显得有点高等。 不过总决赛舞台就展现出自己真实的一面,张丹璐全面控场,号召现场观众投票支持麒麟战队的表演。 韦佳更是面对镜头来了一段Rub,尽管质量不怎么样,但还是能够看出她想要融入节目的氛围。 张静老婆蔡绍芬,李承炫老婆,七位一般奖嘉宾的身份出现在观众面前。 面对镜头,两人共现出总决赛舞台上话题热度最高的一段对话。 关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观众都知道,节目中张静,李承炫以夫妻相称,让节目观众出现不少的CP粉。 通过蔡绍芬,七位的互动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嫂子没少关注节目。 颁奖舞台上,七位称呼蔡绍芬为老婆,而蔡绍芬自然是称呼她为老公。 两人的互动让台下的观众尖叫,也让屏幕前的观众惊喜。 这种互动能够让观众产生熟悉感,进一步提高对节目的好感。 当然,总决赛舞台上的作品呈现也是保持了相当的水准。 张静战队翻唱的麦布也好,李承炫战队翻唱的巴比龙, 都给观众带来了足够的惊喜。 一个月的练习时间,让这些哥哥能够轻松驾驭舞台作品, 呈现在观众面前就是出众的观看体验。 看战队表演的过程就一直在想, 如果总决赛的舞台只有作品表演该多好, 为什么要设计一些鸡肋环节呢? 披荆斩棘的哥哥终于尘埃落定, 最终关于的成团名单,相信大多数观众心中并不认可。 但比赛就是这样,更何况对于哥哥们来说, 收获的友情远比收获的成团资格更加重要。 披荆斩棘的哥哥总决赛舞台不是终点, 是这些哥哥们事业发展的再一次开始。